妈妈,我回来了 小犊子,你又把门撞坏了,肉皮又痒痒了吧 我把门撞坏了又怎么了?想吃棒棒糖又怎么了? 哟,欣欣,你又得奖状了呀,我看看是什么奖状 欣欣同学,近期学习进步获得最佳进步奖 哎哟,不错哦,想吃棒棒糖,妈妈马上给你安排 安排? 那好吧,我先出去玩去了 没想到,这小子居然学习进步了,老母亲倍感欣慰啊,今天就给他做西瓜棒棒糖吧 我先准备红色砂糖,当做西瓜瘾 绿色砂糖当做西瓜皮 黑色砂糖,当做西瓜子 再准备一些不要钱的爱素糖 从王兰梅加进来的棒棒糖模具 先把绿色砂糖放在棒棒糖模具边缘,当做西瓜皮 这个模具里,我做半个西瓜棒棒糖样子,我只倒一半红色砂糖 黑色砂糖当做西瓜子 其他也像刚才步骤做 点火 锅里倒入爱素糖 火有点大,如灶上面放两片钢板 中小火慢熬 待糖全部融化后关火,静置消跑即可 将熬好的爱素糖倒入模具里 再放纸棒 静置放凉,等待棒棒糖变硬 开始脱模 大家觉得像西瓜吗?像的扣衣 西瓜棒棒糖就做好了 哈 快来吃吧 来了来了 哇塞,好漂亮的西瓜棒棒糖 赶紧尝一尝 真甜啊 我最爱吃棒棒糖了 妈妈,我以后继续努力学习 吃更多的棒棒糖 "; É 那可不行—吃糖吃多了 —容易蛀牙 想吃其他的美食妈妈也可以给你做哦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